特斯拉德国工厂大火 在不经意间 美国人帮中国探了路 各位大家好 我是陆中成 这几天啊 欧洲连续出了两个大乐子 一个乐子呢 是西方社会一直用碳排放 来控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上限 然而这几天啊 欧洲专家突然失忆了 他们开始声称 新能源汽车才污染大 不如油车环保 只能说他们非常的逆天啊 说这个话的背景 是装载着中国3000辆电车的货轮 运抵德国汉堡港了 他们工厅竞争不过了 就开始指路为马 这就是西方的自由市场 第二个乐子啊 欧洲最大的 也是唯一的柏林特斯拉工厂 发生纵火案 工厂呢被迫停工 人员也开始疏散 事后有当地环保组织 声称对纵火案件负责 至于他们的动音 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乐子 电车污染大 这个事情呢 一度震惊了欧美 但很搞笑的是啊 在过去的几年里 欧洲那些环保组织 拼命的在阻拦那些油车 在路上行驶 按照路透社的估计啊 这个位于德国柏林东南部地区的 哥伦海德的特斯拉工厂 给德国提供了至少 1.25万个就业岗位 但这一次大火 至少有一周 是无法恢复生产的 这样的损失 可能直接就超过了 10亿欧元 马斯克气的是 直接和欧洲本土 那些传统车企 掀桌子了 在社交媒体上 就差指明道姓的 声称那些人 并不是持有环保目的 而是别人的傀儡 这话就不能再深入的说了 电车进入欧洲市场 到底谁的利益受损 那幕后黑手是谁 自然大家是一目了然了 事发之后啊 在我们中国互联网上 有不少网友觉得很乐观 认为特斯拉在欧洲碰了币 对我们中国电车进入欧洲市场 肯定是有利的 但是坦率的说啊 这个情况还真未必 就看之前的华为事件 美西方集团的意识形态阵营 还是非常顽固的 要推开欧洲电车市场的大门 特斯拉其实比我们中国有优势 因为它是美国的车企 西方那一套意识形态的打法 打不到它美国身上 它去欧洲电车市场 踹开了大门 也是无意间帮我们中国探探路 如果特斯拉在欧洲 都是这样的待遇 那我们过去 恐怕遭遇也好不到哪去 它里面的水太深 不妨先让特斯拉再探探路吧 说到特斯拉这个事情啊 估计德国政府也挺无奈的 和中国当年引入特斯拉的思路差不多 德国人看中国利用特斯拉当链鱼 成功的刺激了本国车企的转型 德国政府也想刺激一下 德国国内那方躺着赚钱的 想推动一下产业转型 但是很遗憾啊 跟我们中国相比 德国的造车业是德国的经济命外 占据着GDP的超过20%的份额 特斯拉一过去 那就不是当链鱼了 是瞬间变成了生死仇敌 只能玩零和博弈了 当然了 纵观全球各国 你会发现啊 那些传统车企强势地位的国家 几乎都没有出现新能源技术的突破 哪怕是在美国 特斯拉在来中国之前啊 他也不怎么样备受打压 说到底啊 还是动了既得企业的蛋糕 明着是垄断 暗地里下黑手 这哪里还有什么西方的文明呢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